林沛丈夫還有他們那個 許的老婆 那我覺得其實齁 他現在在哭 他受不定性在想別的事情 那我覺得如果說你真的能幫助他取得 真的能幫助他取得 他之後還會跑掉 就是賺了錢就跑了 那我覺得說政府希望能夠有效的 管理就是那種 他只是來台講結婚取得身分證 然後拿到工作權賺老錢走這種 這種心態的東西 我覺得是要找到真正 就是政府可以辦 類似這種兩岸 連一的那種制度就是找到真正適合的對象 而不是 那邊炒那種 法案的那個 然後我覺得說如果陸沛帶來台灣工作的話 那做短工作連線 那我們的媽媽阿姨 他們做的工作主要都是以餐飲業為主 那如果他們做的工作 跟我們的阿姨或是媽媽一樣的話 那他們工作選怎麼辦 誰能保證他們 也沒有人幫他們說話 所以我覺得政府還是需要有效的管理 這個連線 我覺得不能縮短 謝謝 看到我的當事人 這麼沉痛的陳述 各位 今天這是一場非常荒謬的故意會 顯示不出我的當事人個案的正義 那各位廖元豪的教授發音很奇怪 你到底是法律系教授還是社會系教授 你要就法論法 你能保證當事人阿嬌的權益 我看他們兩個還是很幸福 他們兩個以為我當事人慘嗎 但是立委也是嗎 我今天我當事人 是參加你們這個 就這兩岸的中華民意 他才受面上當 洪秀卓委員我惹不起就算了 那兩位委員今天是在 不是在委員會質詢 我們今天要捍衛 我們是要反對立委會這樣的修法過程 對不對 連范園老師都加入我們 要有個老師 你還有什麼東西好講 對不對 那我還是覺得 烏委會這個個案方面 還要做充分的說明 看不出修法方向 你顯示不出個案的正義 那我們今天公公議會是來幹嘛 謝謝 好 謝謝兩位